今天的节目带您看到这家餐厅很神秘哦 隐身在宜兰的稻田间 没有明显的招牌 不是行啊来的可能还找不到 老板林家兄弟俩家里三代务农 用自然农法养鸭子种出和鸭米 凭着和鸭米鸡肉饭 独特的香气跟口感打出了名号 还端出各种农家菜 像是皮蛋番茄鸡鸭双拼等 让很多人一吃就上瘾 带您一块来看看 隐身在田耿边这家不起眼的小餐厅 没有明显的招牌 没有华丽的装潢 但每到了用餐时间 几张简单的小木桌 却是做的一味难求 人人手上都要来一碗 饭力饱满 优量鲜香的鸡肉饭 我觉得它的那个米饭 它是煎米 对 然后它的口感就是非常的弹Q 然后那个鸭肉的部分呢 就是它非常的有嚼劲 那就是跟一般的鸭汁那种肉感是不一样的 水分也有 然后之后它的油腻的感觉又不会太油 其实我刚刚只有吃到一碗就不太够了 我应该可以吃个三碗左右 吃吃把我的嘴都骗掉了 吃饱了都不会了 看起来简单的鸡肉饭让人吃到意犹未尽 热腾腾蒸好一大锅 吃几个碗排排站 放上每天现蒸的鸡肉 淋上自家酿的妈妈味酱油 跟金黄色鸡油 摘成好马上消光光 老板我们特别就是在这个米饭 对 但我们刚刚讲用讲的不准 亲身的自己吃看看 你才知道说 这个米到底厉害在哪里 对 来 吃吃看 所以这个是什么都没有调味过的 对 直接的纯白米饭 你要慢慢讲 你入口你慢慢讲 它慢慢慢慢 吃到最后的 你嚼到最后的时候 它那个甜味会从你的舌头 两边这样子散出来 讲起这白米饭 另一章就神采飞扬 因为它最得意的美味秘诀 就在一颗颗晶莹的米饭里 这关键的白米都是自家田里 种出来的 米饭要好吃的秘密 就藏在这一片田里 在这个大约三甲的甜水间 就有着一群一群的小鸭子 那这个就叫做 倒鸭共生的自然农法 那靠着这样子的农法呢 这一片田是完全不需要使用 任何的化学肥料 那当这些鸭子呢 它们在觅食或是活动的时候 就会不断地来搅动这些甜水 那还有呢 它们所排放的鸭扁扁 就是最自然的天然肥料 那靠着这样子的方式 所栽种出来的稻米 它不论是在口感或是在风味上呢 都跟传统的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别 在田边赶着一群摇头晃脑的鸭子 它就是林一璋的弟弟林旺德 种田种了大半辈子 现在专门靠着鸭子小帮手 种出特别的核鸭米 每一种鸭子它的特性都会不同 那我们今天 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放的是那个淡鸭 它这种鸭子它日行万里 它很好动 所以说等到它比较宁静的时候 我们整个田间都会有气得到 就着实得到 刚刚好的活动力 加上不着稻米的特性 鸭子从小就放进田地 跟着稻米一起成长45天 调整土壤的健康度 一把抓起的土特别有粘性 鸭子一直这样掏息的话 种的东西它会往下 青的会往上 那它表层就有一层 很绵密很绵细的一个土壤在表层 那我们那个稻子 稻子插秧下去的时候 它吸收表层这一层的养分 那它越细致 然后会反映到我们的稻米的瓶子上 相较于传统栽种 一年最多可以三收 核牙米一年只有一收 一甲地能产出大约8000台鸡 收成后的保存更是马虎不得 我们台湾这边比较潮湿 那如果再放在室温的话 那湿气还有温度会比较高的话 就很容易长那个米虫 对 那米虫一有米虫的现象发生的话 它米的品质就会下降 米仓全年恒温还得控制湿度 三代物农的兄弟俩花了十年 才终于摸出荷牙米的特性 但当年自然农法的观念太新潮 好不容易种出的白米售价高 根本卖不出去 你又卖那种一公斤150的那种价钱 对不对 客人一般的话 他的 他很难去说去接受 为什么呢 一般的米才40块30块 甚至50块60块 你差不多人家三倍价钱 舍不得粒粒皆辛苦的白米 成了没人要的滞销货 另一张想方设法 想货头总算想出好点子 那就是玩起衣袖自己煮 就这样催生了餐厅的出现 我两包米拿给你看都一样 外形都一样 我怎么会知道 你为什么要卖那么贵 那重点就是来了 我现在煮给你吃 你吃了你好吃了你马上反应 这个好像试吃的概念 但是我们把它开成一种餐厅 变成另外一个试验 留这个大光头说起话来特别豪爽 这样的林一璋凭着一股冲劲 餐厅说开就开 小小的店面就像自家厨房一样 没有菜单 看食材有什么就做什么 菜还没弄好 客人就等不及 先晃到锅边跟老板开杠 现在有高丽菜还有什么 高丽菜还有猪葱啊 猪葱那个很不错 是吗 猪葱 我本来我要做一个蒜苗 我要蒜苗炒肉 就不好喝了 对我知道啦 都会啦 你放心啦 好啦 OK啦 年轻时跟餐饮扯不上边的他 长起锅铲就是天马行空 把儿时农家的家常味 结合自己的创意 变出一道又一道外头吃不到的 农人私房菜 皮蛋用热油炸过 让表面酥脆 再加姜丝爆香 接着丢进鲜采的番茄一起炒 用白醋 盐跟糖提出淡淡的酸香 最后上场的是秘密武器 秋葵 最主要是说让汤汁煮出来的时候 对不对 会让它会浓稠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不用加那个太白粉 你会觉得这样子色香味 然后再来就吃起来会很滑嫩 用秋葵本身的粘稠 取代传统勾芡 把每种菜的特性摸得撩络直掌 这就是农家出身的林一璋 最强的独闷功夫 常常来 很常常 大概一个月来两次有 比如说皮蛋跟番茄加一点葱 这种比较特殊的炒法 我其他地方也没有吃 可是加皮蛋非常新鲜 你也吃得出来 我们一般蔬菜都是比较咸一点 可是它的就是偏甜 然后有那个番茄的甜味 然后它的皮蛋跟一般的不一样 它的是比较绞劲的 除了蔬食 肉类料理也难不倒林一璋 满满一份砂糖 上面摆着口瓣的鸭肉 大火一催下去 锅边冒出浓浓的白烟 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甜味 在蒸腾的热气熏陶中 鸭肉的脆皮化作焦糖色 溢出的油脂让人看了食指大动 能牢牢抓住客人的胃口 是林一璋多年来磨出的经验 他不像弟弟林旺德 一出社会就跟着爸爸在家务农 林一璋向往着外面的世界 做过贸易 还曾经跑过船 全球跑透透 原以为再也不会回到家里工作 但随着年纪渐长 看着弟弟务农的辛劳 让他动了回家的念头 可是等你长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父母亲留了这些基底的时候 你会想说 我怎么可以这样放弃 你会转念 有时候转念了之后 你慢慢地做 慢慢地深入的时候 你会变成你会跟他有感情 放不下对家的思念 林一璋回到从小长大的这块土地 但丛林开始谈何容易 餐厅草创初期 审议也是法人问津 其实那时候开一天 我跟你讲 有时候收个几百块的营业额 可是你还是要去开 旁边都没有房子 都是稻田 没房子 那就这样子 我们也是慢慢做 刚开始前三个月是很痛苦 客人找不到 找不到我们要骑机车 去带他们进来 没客人没赚钱 自然请不了员工 林一璋自己一双手包办一切 从备料煮菜送餐收桌 什么都自己来 那个是青花笋 那个它长出来 我们一般的青花是不是这样一朵 它这个是长出来就这样子 这样一只就一个 对对对 那我先料你们一个人两根 说起话来有点大声 有点激动 但就是这股直爽 让客人吃出亲切感 渐渐靠着口耳相传 打出名号 林一璋独门的创新菜 也成了他的个人招牌 苹果丝炒鲜酥 清甜爽脆的滋味 就是他东式西式 试出来的 冬天的话 叶菜会比较多 那夏天的话 有时候我就会做花蕾 把当季的蔬菜过水烫熟 再跟鲜甜的苹果结合 鲜红点缀着翠绿 淋上自家酿制的酱汁跟白醋 撒上少许芝麻蹄香 每一口都是酸 咸 甜 在嘴里交织成丰富的层次 老板也有蛮有创意的 不是说传统的台湾菜 它是有一点创意料理的感觉 而且搭配的味道还不错 随着生意越来越好 林一璋的太太 儿子 都跟着跳出来帮忙做 但撑起这家店 最重要的灵魂人物 当然还是打小一块长大的兄弟俩 林一璋负责在前头张罗餐厅 弟弟林旺德日日下田 种稻米 采蔬菜 各自分工 互相支援 就是彼此的最佳拍档 你不要干涉我这里的运作 我不干涉你那边的运作 你这样子才能走得长 走得久 有时候你会觉得 在一起久了又是很烦 你没有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想他 其实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 我想家人就是这样子吧 感谢的话不在嘴边 而是藏在心中 农夫兄弟党在自小长大的田地间 从一粒稻米开始 让记忆中的农家滋味持续飘香 在宜兰南方澳 妈祖庙的巷子里面 有一家开了快四十年的海鲜餐厅 多款Chulo菜超级经典 而当季的火小卷 只用清蒸保留鲜甜 而南方澳特有的脚虾 虾肉扎实饱满 一点都不输给龙虾 老板黄志伟卖海鲜 从来不求花草 亲自去渔港挑着蓄蟹 做成海鲜粥 绵密的口感海味十足 而店内传承的鲨鱼烟 还有辣椒萝卜 则是隐藏版的古早味 从小在渔村长大 跟着父母从摊贩坐到了餐厅 却遭逢父亲罹患见动人证 十年来守着病榻 黄志伟是怎么用一道道料理 诉说着人生的故事呢 真的耶 真的超大的 这家在南方奥巷子里开业四十年的海鲜餐厅 即使还没开放内用 几道招牌菜色 已经让人蠢蠢欲动 这个是火小卷 今天最新鲜刚入港的 来这边吃海鲜 第一个推荐的就是这道菜 为什么 吃原味 我的小孩最喜欢吃这个 用清蒸方式料理的当季小卷 瞬间爆开心田 软Q的口感带着海味 这盘火小卷不止老饕抢着吃 更是老板黄志伟一家人的最爱 小卷是预定我们都是当天的 你如果晚上要吃的话 可能要预定 因为这个GU中午都卖完了 这样就已经有味道了 干尖的小卷是另一种 老饕最爱的吃法 表面金黄的脆度 让海味多了焦香 吃进嘴里 新鲜又殆尽 餐天旁边就是鱼港 黄志伟做生意 得天独厚 40年来能在南方做出口碑 靠的就是每天亲自 等船入港挑选疑惑 今天黄金鱼比较多 叙蟀比较少 还会跳呢 他专门在抓这个的 他是早上的时候出去啊 天还没亮就出港 四点拨去一层啦 五点出港啦 对啊 那就是出来的对吗 对啦 我不是 他跟他们在船船船船船吗 对啊 刚回港的小渔船 是专门捕捞蓄蟹的 这种东海岸特有的螃蟹 在地人又称为豆腿鹿或是火狗头 黄志伟几十年来都和老船长 熙哥拿货 保证新鲜 火狗头 你像这个丁丁肉 都很多 也是都有 对啊 这个肉 算大只算大只的嘛 对啊 算大只的啦 这种的价值就多一口嘛 本地很少这么大只 大部分很大都是进口的 所以要买这个的话 要来这边买 买本港的 这边是南银鱼市场 每天出港的现烙鱼货的市场 你怎么到前面前帮我拿去好不好 好啦 今天我要去 我去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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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好啦 好啊 好啊 宁静的小鱼港也总是到了有船进来 才开始热闹 这里是黄志伟生活了将近50年的地方 走到哪里都是自己熟悉的人事物 长期的配合让他能拿到最好的鱼货 店里没有固定菜单 上期的都排在这处海鲜柜里 海鲜这边的话 如果多的话大概四五十样 卖的最好就是这个码头鱼 清真的话这边也有石斑 还有这个红皮刀 这个都是这边当季的鱼 这是算我们这边的名产 这个脚虾大部分都是这种 是算大的 所以它一年四季都吃得到 吃得到但是量很少 伊朗海域特有的脚虾捕捞到后 会急速冷冻起来锁住鲜甜滋味 这味道从小吃到大 换成自己长厨 黄志伟选择用干烧的方式来料理 米酒烧到干也有另外一个 好香 有一个干烧的味道 那这个东西你自己去研究出来 就是坐着坐着试试看 每个方法都试试看这样子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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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也完全不弄在家里了吗 没有 就刚才有一点点盐巴这样子 刚出炉的脚虾颜色粉嫩诱人 但要吃到还得非凡劲 这剥脚虾可是有秘诀的喔 首先要把头先剥开 再身体第三关节处来回凹折 再慢慢把虾肉拉出 看看这饱满的虾肉 Q彈油竟还有着特殊的鲜甜 一点都不输龙虾的口感 难怪成为老饕们趋真若鹜的 西游海味 马头鱼一下锅耍了一身油花飞溅 在场的整个目光全被这油锅里翻腾的鱼所吸引 它没有很细的啦 但是它介于细跟那个粗的中间 所以这种肉质炸起来的话 淋上那个酱料会比较好吃 这个也是试过很多种鱼啊 这个是我们特製的无味醬 很多蜜糖 大家来吃就是要吃这一个酱 炸锅的马头鱼外皮酥脆 鱼肉细致得刚刚好 淋上独门酱汁 多重口感让人一吃是停不下来 王志伟做料理就像他的为人一样 实实在在 厨房里他和太太理会思默契十足 而这长厨学问 夫妻俩都适合妈妈黄和清朱学的 我台上做的啦 你是第一代就知道了 对啊 我在做的还在厨房里 利落切着菜头的就是黄志伟的妈妈 半退休的她偶尔才会来店里帮忙 店里询问度很高的小菜腌萝卜 就是她调出的古早味 清脆的萝卜加上特製的 蒜头辣椒酱油 是人人都爱的一碟小菜 刚才是都做老菜啦 三个啦 没那么厉害 在旁边那里没那么厉害 不然要再买吃再来吃都饮菜 我们是从三点下午三点 迈到早上的五点 这段时间陆陆续续有人出港进港 他们都会吃宵夜吃点心 国中时候就开始在父母的小摊帮忙 不爱读书的黄志伟跟偷黑狼 道士很对味 当时父母的生意非常好 只是毕业后他并没有立刻接手 反而是到社会上闯荡了一阵子 直到父亲罹患罕见疾病 见动人 彻底让黄志伟担起生命中的肿担 我骗子给他的时候 中总的医生就讲了一句话 你们两个先出去外面等 就我爸跟我妈 我就觉得不对劲 他就跟我讲了一句 你先不要哭 你去旁边坐一下 见动人有可能是机会很大 如果是的话 他应该只有一年半的时间 出来的时候 他们两个都在那里 第一个店头就是想跪下去 医生判定父亲 只有一年半的生命 黄志伟却足足照顾了父亲十年 这期间家人们完全没有跟父亲说病情 因为他们知道刚毅的父亲 一定不能接受 然而一天天看着父亲的生命 渐渐萎缩却无能为力 追心之痛再想起仍然是沉重 松手无力 脚无力 然后就是不能讲话 不能吃东西 到最后是不能呼吸气血 这一路你都在那里 对 跑到外面去哭啊 让他啦 有时候会忍不住啊 他心里很深的那一块 所以有时候我会跟他讲说 让他自己去慢慢消融 他有他的方式可以消融 十年如一日的照顾 其中心酸非外人所能了解 只是黄志伟内心苦从不说 父亲的世界是禁止了 但是他必须往前走 他要撑起这个家和这间餐厅 庆幸的是一路走来 黄志伟并不孤单 像我的妹妹 我的姐姐 她们都是跟我妈 都是一路在照顾她 还有我老婆 身为媳妇 李慧思 除了在公公生前进校道 忙忙张罗家里和店里 长期下来也学得一身好厨艺 成了黄志伟最得力的助手 去沙 去沙 对 因为沙皮上有一层沙 所以要轻轻地把它去掉 把它手这样摸 对 用手感来触摸它 所以这个鲨鱼也是 你们的很久然后这个菜 对 就从我公公跟我婆婆 那时候就开始 它每一只鲨鱼的厚度 跟油脂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是摸了就破掉 会跟老公讲吗 不会 我就自己摸索 所以都是自己学 对 店里传承50年的鲨鱼烟 是婆媳间的独照对话 把水沙腹部用热水穿烫后 再手工去沙 迪惠斯从不会做菜到现在 得心一手 把这道家床味熏得是色香味俱全 大概看颜色 看烟的颜色 它会从白色变成这种咖啡色 好 这样就好了 对 这样就好了 好 用砂糖延续出的鲨鱼烟 色则金黄诱人 鱼肉扎实有弹性 手工处理后让口感更好 完全是属于小鱼村的古早味 用餐时间总是火力全开的夫妻 黄志伟炒起菜来快速俐落 领慧司则是不疾不虚 两人的相伴一路走来 再怎么辛苦也值得 休假的时候 他就好像就蛮放松的 可是工作的时候他就会 快快 什么要快什么要快 这样子 因为他们很习惯的 所以他也不会说题 他喔 很少吧 他开始流汗了 21年了啦 好 辛苦了 好 谢谢 不敢在镜头面前表达的感谢和爱意 最终还是真情流露 神秘的考验 并没有磨掉单纯的个性 黄志伟仍然是那个 在南方澳长大的孩子 守着父爱 守着家庭 烹调出小鱼村里最实在的海味 最近爆红的打卡地点 是苏澳的焚鸟林海滩 湛蓝的海水和自然的岩石美景 被称作是台版的下龙湾 而从小在这边长大的王佩宇 三年前他回到阿嬷的石头屋 卖起海鲜炭烤 当天新鲜的各式鱼类 皮脆肉扎实 大白虾 新鲜弹牙 大干被烤过非常鲜甜 开口笑的蛤蜊 爆浆又多汁 还要隐藏版的章鱼角喔 经过炭火炙烧之后 把所有海味都保存下来 王佩宇的店里只有一个炉火 也因为他坚持给客人最好的原味 所以他直接告诉客人说 你怕等的话就不要吃 这么有个性的老板 是如何打造粉鸟林的传奇小店呢 一起来看看 我觉得最夸张十二点跟客人讲说 晚上八点才要喂 有没有打得很轻 让我们很幸运 我们是第一 今天第一做客人 新鲜 绝对新鲜 最重要是它烤起来 可以把那个鱼皮烤得脆脆这样子 这蛮难得的是 很有特色 因为它肉质也不会太松散 皮也带有一点点香脆 还不错 烤鱼烤得皮脆肉扎实 这固好传统木炭的真功夫 就是老板王佩宇 八年级的他 三年前回到阿嬷家创业 新鲜海鲜炭烤 成为粉鸟林的传奇美食小店 只是这唯一一个烤炉 上菜需要时间 所以王佩宇的经营哲学 就是怕的不要来 我有趕过客人 真的 就是 她说你怎么煮 怎么煮 我清菜煮嘛 比你快 我说还是上面有全家 有其他的商店 你要不要上去用餐 我说真的 我脾气没有很好 就是你不吃也就算了 我就是要等 我前面就跟你们讲要等 你们可以接受的 你们住 不知道的人可能觉得 这老板也太拽了吧 但是实际看了王佩宇的手艺功夫 才知道 这活还真不能改快 你要汆烫还是要 汆烫 汆烫 我们的蟹很甜 你们等一下吃看看 金火喔 是 大哥 你怎么都是三鱼 虽然是在粉鸟林偏远处 仍然不发狼的好上门 在口耳相传之下 不只假日客满 连平日来这里玩的游客 都会提早定位 王佩宇卖的就是 是当地的海鲜鱼货 招牌的牛小排和松板猪 也全是用炭烤吃原味 木炭熟成的牛小排鲜嫩多汁 王佩宇在上桌前 还会用炙烧增加风味 松板猪也是烤得Q弹软嫩 这些烧烤美味再来上一条烤鱼 特选的烤虾 真的是人生一大享受 这个虾子是南澳的海水白虾 然后干贝的话 我是选日本圣石机的干贝 一般的白虾的话 大概只有它的三分之二大小 那有特别去挑比较大只的 烤的部分我都是坚持原味 所以就是连盐巴都没有加这样子 店内唯一的烤台 也只有王佩宇能作证 身为女孩的细心 注重每个环节 她也有着男孩的霸气 拦下所有出众活 蝦子红是海味的召唤 饱满的虾肉扎实有劲 焦滴滴的干贝则是肉质弹牙 在烈火下开口笑的大蛤蜊 显然是烤台上的一抹动人风景 而隐藏版的章鱼角 更是可遇不可求的美味 这个一定要有人去潜水 基本上才会有 一般外面做法都是用烫的 所以我才想说 反正就卖烤的就烤一烤看 结果烤起来跟一般烫的 口感都不一样 最大大概就是 我这样子拉起来 就我一个人搞 它会变成 对 因为它会变比较立体 刚刚还没烤 它会整个软软的 这样子快走了吗 对 已经差不多压好了 膨胀起来的章鱼角 麦香感觉是Q弹又有劲 切片之后更加海味四溢 只用柠檬和胡椒盐調味 就很迷人 这里不只是食物走原味路线 整个环境都充满着王佩玉的无限创意 菜单是在捡来的石头上面写菜名 桌椅也是自己定制 阿妈家有着童年的回忆 更是转业的开始 本来在汽车百货工作的王佩玉 销售组装都难不倒她 待一成不变的环境 让她陷入低潮 却又在此时遭逢人生意外 车祸 一个非常严重的车祸 我那时候被撞之后 我就是皮脏破裂 然后脚是整个是从大腿折断的 粉碎性的骨折 然后所以在交互病房住了快一个月 突如其来的车祸 王佩玉行动都无法自理 也没有办法工作 决定回到宜兰老家休养 自从阿嬷去世后 就一直空着的老屋 让她有了开店的念头 大概六七十年有 像妈妈她们小时候说是草屋 我就没有看过 然后是倒了之后 阿公才去海边捡石头回来盖这个 因为我一开始说真的 我一块钱都没有 我才是 我把我的手机卖掉 盘子买个两个 然后什么东西买个两个 然后剩一些钱 然后去买个什么锅子这样子 然后就这样做 走过初期的辛苦 王佩玉觉得自己其实算幸运 在苏花改动车之后 大量游客涌入苏澳焚鸟 距离店内几分钟的路程 美景别有洞天 清澈湛蓝的海水 还有这些浑然天成的岩石 这里就是近年爆红的焚鸟秘境 有没有看到眼前这一片美景 还被誉为是台版的夏龙湾 吸引许多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而越过这边海滩就是粉鸟鱼渔港 王佩玉每天下午4点 都会在港口等待渔船进来 抢买渔船 一定有软湿吗 有软湿 船所其中伸手俐落 你今天买了什么 项鱼跟黄鸡鱼 其实渔获不多 然后像就看他们今天抓什么 有没有我要的有在哪 也有可能什么东西都没有 70007 帮我你一百块 找我去找 好 2.1 好 这里就是你先抢先贏 然后本来想说拿着 然后在哪里结账也不知道 然后人家就是从你手上拉走 可是后来久了就大概习惯 但是你自己的东西你就是拿好 现在有没有理出的诀窍是什么 你先不管你有没有东西 你有没有要 就算你可能会多嘛 你就先拿 你就先给它秤 秤完之后你不要 你就把它丢回去了 开店三年来每天往返渔港 别人看似劳累 王佩玉却能乐在其中 这也是他的一份坚持 其实就是新鲜 那你刚刚看到回来 基本上有一部分就是 都是还是火的 我渔获其实就是控制 在两天内一定要把它卖掉 就都冰桶 那卖完就算了这样子 那也有可能来 就是真的一只鱼都没有 就没有东西可以卖 白毛 它就是CP值比较高 就是你像它这样子 其实你们今天这样子 是烤整只 那像到这个大小 我都会建立客人 譬如说那种两个人到四个人 都可以做到粮食 因为所有的鱼基本上 来如果没看过 我都会自己先料理过 看怎么吃 只知道它的肉质 跟它的性质之后 才会去跟客人讲 不然你现在跟他讲说 如果这个很好吃 他也不懂 这种鱼就是适合烤的蒸的 煎的煮汤都适合 那就让他们选两种 那再下去做这样 然后像这种鱼 就是很怕它黏网 以前刚开始烤的时候 应该还常适合 就烤一只丢一只 大概烤五只 然后有一只是好像可以这样 曼公出戏锅 本来对做菜 一窍不通的王沛鱼 也经过一番摸索 烤鱼比较需要一直顾 其实不然有时候离开都还好 但是就是怕它温度太高 有时候再快要翻面的时候 你可能离开去做什么事情 它就回来它就毁了 用喷枪加强火力 整条鱼在炭火和烈火 双重攻势之下快速熟成 把鱼皮掀开 就是鲜嫩扎实的鱼肉 鱼香或者炭香自为诱人 王沛鱼把海味烤得如此 到位又不失原味 让许多客人败到美味之中 而除了海鲜炭烤是招牌 妈妈的拿手海鲜炒面 更是客人必顶 海不出来还蛮多海鲜的 我觉得都每一样都很新鲜 而且不会很死咸 有一天儿儿就是煮个面 给他们吃 还不错啊 所以来到这里开店 就成为了我们的招牌 没想到客人那么喜欢 我都一份一份炒的 如果他们点三份 我就三份 没办法一直炒 这样炒起来也不好吃 对 油面 可是我们是手工的油面 翻炒海味是最让人期待的时刻 小卷 虾子 蛤蜊 通通下锅集合 这道海鲜炒面 是店内唯一的面食类 香气四溢的面条 和海鲜融合为一 又有着妈妈的味道 是餐桌上从未缺席的家常菜 就是你要坚持你原本想要给客人的东西 吃最原味的东西 可是我坚持这些东西 但是时间上就是有一定的落差 从开店就表明自己出餐不快 必须等 王佩宇也曾经历过客人嫌弃 零收入的低潮 但他依然坚持用炭火烧烤美味 相信真柴实料才是王道 粉鸟铃的九桃醋是他的人生新开始 而他也证明了自己做的美味 值得等待 所有有一间在地人超推荐的牛肉面 不到一张钞票就可以吃到 用蔬菜卤的软嫩 四大块的牛健心 跟特制的手工拉面 另外还有当天现做的小菜 更是比别人的大盘 而且最特别的是 很多客人都称这是一间所长牛肉面 一位老板成名中 以前可是警察特勤中队 专门抓枪级要饭的 一路当到了所长退休 他陪着太太林茉莉卖牛肉面 是为了要了却太太的一桩心愿 因为四十年前岳父的一句话 去卖面 好 牛肉面 这是以前那个派出所所长开的啦 就是烤又大碗又好吃 湯头其实没有很咸 一般都很咸 很口渴 然后它的面还满Q的 然后肉还满大款 而且真的满便宜的 台北吃不到这个价格 好吃 宜蘭素澳这条海山东路 平日因为素花改通车 车辆显得稀少 但偏僻的街道旁 有一间在地人隐藏返的牛肉面店 我们是经过 经过这位 什么文香下马 来这里吃一下这样 很好吃 我说到牛肉面 真的有时以来 我吃这个牛肉面 真的汤头很清 牛肉新鲜又Q 一碗牛肉面 价钱不到一张钞票 可以吃到四大块 厚实澳洲牛腱子心 因为你可以看看啊 这个牛肉 这要么大块 然后小菜也很新鲜啊 吃得合口味啦 带有嚼劲面香的手工拉面 媳妇老板陈明忠 跟太太林茉莉自创用 蔬果熬的牛肉汤头 看似清澈 却同样牛肉味十足 然后那个汤头 就跟一般的牛肉面的 汤头有的会不一样 有的会偏比较重 它是比较清淡 而且很纯 除了牛肉面 像榨菜肉丝面 炒饭等主食 同样便宜更大 小菜更是比别人大一倍 尤其是烫青菜的分量 因为菜就种在自家后院 客人说 对我们的地瓜叶 口感很好 只要是没有加那个 没有少肥料 肥料跟农药都不同 它的小菜真的很特殊 真的很便宜 好 我收到款 但客人上门另一个亮点 是身材壮硕 讲话却很斯文的老板陈明忠 他从仅三十年 所长就当了十五年 没想到五年前退休之後 却跑来卖牛肉面 人家就站背状态 開始了 十一点 知道这个老板他以前是一个 派出所的所长 这个所长可以开牛肉面 然后真的还满不错的 对 没有警察那个价值 然后就像是到朋友家 反正就让你很舒适的感觉 汉燥很好的陈明忠 他二十岁踏入警戒 后来被选入特勤队 专门抓向陈兴发 陈静兴 这种的枪戟药犯 都是出生入世的 所以那一段时间是 枪戟药犯的犯犯 抓枪戟药犯就是我们的责任 只要在我们的辖区 我们都会接到通报 一定都是要 都是全力以赴的 陈明忠以前脸上发气凛然 现在蟹甲乖甜 卖起牛肉面 换上笑容以客为尊 我们做吃的 不能得罪客人 很多还是要忍下来 有时候跟他圆满的跟他讲 配料我们是不嫌 让他自己去嫌 我们帮他嫌的话 是太咸 太辣 会造成这个问题 我们前面有一盘 让他继续调 嫌不嫌 但台湾就这么小 难免也有尴尬的时候 台湾讲说 你以前给我开过单 那时候也是很尴尬 但是我已经退休了 讲一讲也是 大家也是稀稀 稍稍稍稍这样过去 大家靠着一碗好吃牛肉面 往事云淡风轻 其实很多客人心中都很纳闷 所长退休了 可以过得很舒服 为何要来躺着油汤 其实陈明忠 是为了帮太太了一个心愿 因为他们家小时候 穷到一年只能上一次面馆 所以父亲对她说了这样的话 可能一切都有安排 就是我爸爸他以前就是跟我讲说 去煮面 他就说你去学煮面 然后我们开一家面店 可是那时候年轻不懂 然后就还是回来煮面 56年前林茉莉出生在花莲同门乡 父亲是做刀名师 但要养八个小孩很辛苦 以前我们那边很多那种做那种事的 有没有 做黑的 然后我爸爸不要 就一直要包妹 所以你们一定要高中毕业 才会了解外面的事情这样 林茉莉又11岁时 和当警察陈明忠结婚 老爸送给她的架桩 只有这把菜刀 就是这个架桩 我们小时候去这个架桩而已 然后你说这把刀以前很快 这样 本来这样子 现在变成这样了 很有纪念价值了 菜刀用到现在依然锋利 切下牛腱肉 每块厚度十足 稍微汆烫之后放入锅中乳 红果 番茄 洋葱 生酱 葱 这样 我是抓适量 你这样大概三分之六都是自己的 对 都是自己的 盖上锅盖 小火炖煮20分钟 再焖半个小时 卤出来牛肉 经过果酸的催化 没有腥味熟度刚好 而整锅牛肉圆汤 会再倒入这个熬了半天的 牛大骨汤 就成了林茉莉自豪的汤头 因为婆婆跟妈妈以前有叫 然后就 就比较天然 就这样而已 就吃起来不会口渴 因为一般牛肉面吃起来 会很渴很渴这样子 所以它的汤头还蛮顺口的 另外为了保持自家牛肉的 口感嫩度与香气 都是面煮好热汤下之后 才会放入牛腱肉 这样你的牛肉才会 才会那个 那味道才纯 你放下去它会 它扁就是会软软的更软 这样吃起来不好 一碗有着父亲齐选牛肉面 在先生退休 六个小孩也都长大成人 零落力才有机会实现 因为是家庭式面店 地方不大 成名中在后院煮牛肉面 煮好再端上楼 一天得跑上跑下 牛肉面一杆 好 牛肉面 客人是很有满足感 又便宜 我们这个比较便宜 一到客人讲 心里就非常舒服 赚钱其次 如果看一老公 就很厉害 可是很有架势 比较自视 因为他以前都是电脑 什么东西都要一步一步来这样 我不是啊 我就认为这个东西是活的 你就会做这个 跟当警察哪个比较累啊 都很累 而一楼的小小厨房 则是林茉莉的魔法空间 每一道小菜都是他亲手做 都是当天 基本的 一样就是要让客人吃的 比较安心啊 我从小没有吃过一次 而且跟我的客人讲 比较天然的 然后摆头发也比较少 真的 我没骗你 千万比小看林茉莉 他有厨师证照 而且以前为了分担佳绩 他在很多餐厅工作过 厨艺自然不在话下 家政科毕业的 因为我对吃的也很有兴趣 因为我从八岁开始煮 有时候很厉害 可是煮我还有很有兴趣 像这盘客人很推的蛋炒饭 同样不走重油重咸 但他就是有办法 炒出色香味四溢 都是烫过的 因为那个肉会有腥味 所以我都先烫过比较多 放点这个 一下子就好 因为油的肉是熟的 比较点就好了 就这样而已 炒饭看起来很平分 对啊 然后吃起来口感 也不会很 不会像有些就是外面 会太黏还是什么的 粒粒分 对 粒粒分 除了蛋炒饭 好吃的榨菜肉丝面更是必点 炸菜香气浓郁 细面细腹汁吃起来与众不同 因为这锅汤也是煞费苦心 白萝卜一定要放 还有洋葱 你说那个白萝卜 是谁种的 我先生种的 雖然它长得很小 可是健康养生 现在夫妻俩同心合作 林茉莉脸上满是开心 毕竟以前老公 可是常常不在身边 沉静心的有没有 香气要饭 她就直接住在那个什么 平邻那里 就很久才回家 我也打不 也没有电话可以打 那时候 对啊 就直接失踪那种 以前当特勤时出生入死 后来当所长 同样责任放第一 民国九十九年 蘇澳大淹水 她让妻子很伤心 我们要去救災 蘇澳地区 家里本身住蘇澳 没办法回去 所以那时候应该 就会对老婆有点亏钱 会 一定的 那时候我恨她 一个女人而已 跟小孩子都很小 她都在我们旁边而已 都没有经过 很夸张 不过现在把老公长回来了 对 回想过往 林茉莉嘴上吃味 但心中的老公 一直是英雄 之前在南方澳当所长 还奋不顾身 下海救人 事后她真的是感情的问题 下海了以后 就在海上附伏成长 旁边一些民众啊 当地的里长啊 代表啊 也都在看 就跟我们说 警察赶快去救人 当下 因为我本身也是 水性也是满手 按手机 水性 从小就喜欢 一直在河边游泳的 我是当下把整个 整个状态 肩部 肩部卸下来 冲下去 差不多 四五五六十公尺有 来回这样子 扭到那边再把它拉回来 成功地把它救下来 陈明忠退休后 回归平淡 陪着老婆卖牛肉面 父亲俩每天 锅里来碗里去 不是在厨房 就是在菜园工作 小小的一间牛肉面店 有着一家人 温馨的故事 今天你觉得 老公也找不到 对 他现在完全是属于我的 以前不是 以前是别人的 宜兰南方澳 有一间海鲜小吃店 一到用餐时间啊 店里店外 满满都是吃海鲜的韬客 内行人推荐的69元鲜鱼汤 是选用东部海域特有的 鬼头刀 店家用料超级豪迈 一碗鱼汤啊 能够吃到满满的鱼肉 很多客人 还会点上一盘海鲜炒饭 一碗汤 配上一碗饭 就是店里最美味的组合 店家原本是有自有鱼船 不过几年前 遭到了南方澳大桥压毁 损失惨重 老板阿芬姐是如何挺过逆境 扭转小店命运呢 带你来看她的故事 來 幾位 四位們 我們先點菜 點完菜單 他幫你交給位台小姐 幫我安排位置 還有我的名店 就很多人在排 很多 每天都爆買 還有幾排 還有哪排除 它會比較久 比較久 大概就一二十分鐘 也還好半個小時這樣子 稍等一下喔 那邊就都給它了 人氣爆棚的海鮮小吃店 無論平日假日一到用餐時間 就像眼前看到的這幅景象 天天大爆滿 雞腸露露的客人 前腳接著後腳緊跟著上門報到 大火衝著的就是這一碗 看來樸實又料好實在的 招牌鮮魚湯 它這個是就是六十九塊 就滿便宜的 然後它的湯是 它的魚是用鬼頭刀的 然後它的湯都會有 魚的那個香氣 然後它的肉也是滿嫩的 高CP值的鮮魚湯 碗裡有滿滿的魚肉 就知道店家用料毫不手軟 店就開在港邊 老闆給料一點也不吝嗇 根本不怕客人吃 配上這一整桌海鮮小吃 有香煎青魚 白煮蝦 青草蛤蜊 海鮮炒飯 煙燻拼盤和生魚片 澎湃的海味 讓客人吃飯 花不到餐廳三分之一的價錢 就吃得很滿足 吃生魚片和吃水果一樣 冬季的東西絕對好吃 目前就是這個 青魚跟肥魚 冬季的東西絕對好吃 這蛤蜊 蛤蜊好大一排 對 然後很鮮甜 二三十顆 有 然後超喜歡的 有些帶孫女 女兒他們回來 朋友來都來這邊 他們吃得超開心的 南方澳的高人氣海鮮小吃店 能像吸鐵一樣 把饕客通通吸到店裡來嘗鮮 套的不光是鮮美海味 還有海口人海派的性格 看看店外掛的抗漲價格 就知道老闆有多罵阿薩力 我開店十五年了 很多可能都是 吃我很多年很多年的 大家好像朋友一樣 那我想說 有一些成本我自己吸收 這裡多兩位嗎 兩位 等一下 我們是幫你安排 你先吃點菜單 點肉給我玩就好 年過半百的阿芬姐 爽朗的招呼聲 很有海港人的貴靠 為了讓客人吃海鮮不傷荷包 她天天勤跑漁港壓低成本 宜蘭南方澳漁港 是台灣三大漁港之一 更是東部遠洋漁獲的大本營 阿芬姐家裡雖然有漁船 但她還是親自跑一趟漁市場 採買最新的海鮮 阿芬姐在漁飯眼中 是市場大戶 招牌的鮮魚湯 學用這一尾有大大的額頭 螢光色魚身 俗稱鬼厚的鬼頭刀 它在海裡漫遊 會反射出金屬光芒 像是海裡的一把利刃 還有鬼頭刀的稱號 這一尾魚喔 一尾魚的成本差不多 兩百塊跑不掉 對 但是我們一碗只賣六十九 對 你這個還沒有處理過 還有一些人力啦 什麼的 就是差不多就是 就是 多少錢賣 對漁獲 了如執掌的阿芬姐 家族世世代代都是漁夫 歷經婚變的她 自己拉拔孩子長大 一開始她賣滷味維生 但生意不見起色 才改賣本港海鮮 一方面自己有五個小孩要養 一方面客人吃不到也會罵我 吃不到他們會很失望 為了滿足超客人的那個我就 現在我就不休了 員工們休息我也是上班 拚了命也都要滿足客人口慾 南方澳餐廳競爭激烈 看看媽祖廟前海產一條街 幾百公尺內 就有好幾十家餐廳搶食大餅 要生存可要有兩把刷子才行 像是海鮮炒飯 阿芬姐很堅持 一分鐘就要炒出一盤 瞧她電鍋炒飯架勢十足 就知道這一位值得已是 包米喔 五十公斤米的份量 每天我一個女人耶 她都不敢休息啊 客人一多忙得過來嗎 我們這是烏漆啊 速度很快 畢竟之前炒到都已經都受傷了 整個關節什麼都受傷了 海鮮炒飯炒出了貨氣鮮香 Q彈米粒獲著海鮮香氣 濃郁的鮮蝦氣味 難怪客人一吃 越吃越乾脆 滿好吃的 那個炒飯它裡面有加那個海味 這個吃起來就很香 QQ的 真的QQ的很Q彈 真的超好吃 它味道又好 這個魚新鮮 就是很老眼 它就湯頭煮起來就很鮮甜 對啊 有很多 它就是量量很多 阿芬姐的海鮮小吃店 累積了許多死中粉絲 但或許是天意做弄人 2019年一場 南方澳大橋崩塌意味 不僅壓垮了家族三艘漁船 更重重打擊小店生意 我弟跟我兒子真的嚇到傻眼 因為我兒子跟我弟是同艘船上 他們就是本來要停在一起 已經停了三艘 他們本來要停在一起 想說三艘了 不要過去跟你們來跟他們一起 結果他們一掉頭的時候 哇 就下來了 當時阿芬姐的兒子 就在船上待命 回憶起那段風橋驚魂祭 依舊魚氣有存 船剛好正在碼頭 他等出港 剛好走上去一步 一秒後船就 那個橋就垮下來了 當時再不及反應 整個都栽掉了 一眼瞬間橋崩了 來不及逃生的漁工 不幸地葬身漁船 那時候我心得很心得很痛 結果也有這個正在睡覺的 被壓扁 好幾個就這樣子 這樣子走了 真的是很晚期的地方 意外來得太快 船沒了 損失慘重 店裡漁獲也斷吹 阿芬姐只能到漁港採買食材 撐過最艱難的時期 現買現切的生魚片 百元價格能吃到12片撒西米 有黃旗鮪魚和鮭魚 鮪魚肉嫩稀稀咀嚼 還能吃到油脂的甜 另一道青草蛤蜊 蛤蜊肉堆好堆滿 同樣是百元價格 是海鮮控的鮮頭肉 很多啦 一盤到沒有了 一隻八千塊而已 還有一大半 兩個人吃不完 多常來吃一次啊 幾乎一個月 最起碼有十幾次 來吃十幾次 對啊 常客 常客啊 常客啊 好吃啊 我啦 不能吃都看他吃 熟客的美食口袋名單 更少不了這一盤 表皮煎到恰恰 飄散鮮魚香味的香煎清魚 魚肉香嫩 有微微的海水鹹味 更提升肉質的鮮美 搭配這一盤鮮香味十足的白煮蝦 蝦肉緊實脆嫩 吃到的每一口都有滿滿的蝦味鮮 吃起來就是它還是脆脆的 不會這樣糊糊爛爛它不會 就覺得對 很新鮮 很脆 南方澳特有的海鮮煙燻拼盤 更是內行人吃飯吃麵搭配的小菜 有鯊魚煙 煙燻魚釣 煙燻魚肚和漫波魚 富含膠質的漫波魚 吃來Q彈 宛如果凍般的口感 而且還是QQ的 QQ的人家所謂的就是膠原蛋白 因為一般在南波魚大量不多 那這邊海邊我們一上來的話 就是在我們這個餐廳就變定走了 好吃嗎 好吃 我跟你講 因為這是栽木的魚 絕對用栽木的 現在魚的笑 很笑 等一下我們這兩天 又沒什麼東西吃下去 曾經遭逢變故的小吃店 受到挫折反倒越挫越勇 吸引韜客專程殺到南方澳來嘗鮮 年味的背後是阿芬姐的堅持 我的堅持就是一個餐點 你不管哪一個店家 只要你敢吃的餐點 你才能賣給客人 要堅持住我們本來原本的真 原本的純 那客人才會進來 還會繼續跟我阿芬做朋友 來看我阿芬姐 對 熱情的阿芬姐 把海口人的真性情表現得淋漓盡致 讓客人看到她最真的一面 現在兒子不再出海捕魚 留在店裡幫忙煮魚湯 女兒則在外場招呼客人 分擔重擔 一家人互相扶持挺過逆境 反正我的壓力也慢慢減減 想要就大了慢慢慢慢 在畢業之後我都完全 我就盡量放給下一代 或我自己想要的 雖然十五年的時間 不算長不算短 但是我覺得十五年的 給我帶來很多很多好好的回憶 也讓我交到許許多的好朋友 或許是歷經劫難才能更淡定 看待眼前的一切 阿芬姐說 逆境並不是生命的盡頭 而是人生的其中考 只要努力挺過 迎來的絕對是鮮美甘甜的滋味 在宜蘭蘇澳鎮 有一台非常神秘的幽靈餐車 老闆李凱琳不定點擺攤 賣的是豪華版的炒泡麵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老闆在創業之前 他是服務於五星級飯店的領班師傅 在餐飲業的資歷超過了二十年 而他的炒泡麵口味很不一樣喔 使用的是自家醃製的三杯雞 還有黑胡椒牛肉下去炒 餵的就是讓顧客吃到完美的口感 雖然每天看天吃飯的日子 跟以前在飯店工作的環境 沒有辦法相比 不過他覺得賺到一份快樂就很值得 很常想吃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沒開 沒事到就覺得 明天再來等等看 看他會不會來 他之前會在白米橋那邊 人也是很多 然後也是得排隊 從那邊開始才追他 追到這個定點 被封為幽靈餐車 果然名符其實 因為老闆李凱琳的炒泡麵餐車 時常在宜蘭蘇澳地區神出鬼墨 想吃還得要碰運氣才行 騎著自己改造過後的餐車 穿梭在宜蘭蘇澳市區的街頭 李凱琳才剛就定位 準備換上專屬的廚師袍 就馬上有機場陸陸的客人 上門報到 你要什麼口味的 今天只有黑胡椒牛跟三杯雞 大家都為了這一份 現點現做的炒泡麵而來 甚至有人大老遠 從嘉義奔來 就等著一場美味 三杯雞湯 可是要稍等一下 等個十分鐘可以嗎 自家炸的蔥油 打顆蛋 再加入一大把筋肉 還有洋蔥 紅蘿蔔 布爾等配菜 用大火炒香 這時候就換主角登場 燙好的泡麵和高麗菜一塊下鍋 再加入蜜製的三杯醬 迅速翻炒 每三兩下超人氣的三杯雞 炒泡麵就完成 它的菜很脆 然後麵是Q的 然後肉也很暖潤 每個禮拜都會過來買一次 因為就是沒有吃到的話 就會很想要吃 對 那都會提早過來 怕會買不到這樣 其他地方的炒泡麵 我覺得太乾了 然後他們家的炒泡麵 是很Q的那一種 然後又不會 吃起來口味很乾 好好吃 這個麵好Q 好香 麵會這麼Q的原因 李凱琳不藏思 大方公布料理秘訣 就是泡麵要先用滾水 汆燙三分手左右 馬上撈起 麵只是純粹燙軟 稍微軟的時候你就下去炒 然後控制它的水分 太多你就倒掉一點 太少你就加一點 那你水控制好 它炒出來的麵就是剛剛好 這樣炒出來的泡麵 不僅能吸附醬汁精華 口感還能維持在最佳狀態 而炒泡麵的另一個靈魂配角 就是外頭沒有的三杯雞肉 軟嫩的口感吃起來 一點都不像是雞胸肉 可讓人越吃越爽脆 肉很大塊然後很實戰 很多塊 然後又很好吃 而且其他的肉很軟在裡面 然後上面也有很多味 這個醬汁跟這些配料都已經結合在一起 就真的此生真的要必吃一吃 我家裡舒嬅這條街已經來回開了三次 讓我遇到一定下來必買 麵比較Q 然後料很多肉啊 我每次說你肉給太多了 他說沒關係客人 客人吃到爽就好 我說客人吃到爽 可是成本 很隨便 他說他就是賺到一個開心 小姐 妳的黑胡椒牛 謝謝 就是要讓上門的顧客 都吃得開心 還有這限量版的口味 黑胡椒牛肉 使用美國牛沙朗部位 肉質滑嫩有嚼勁 搭配拌熟蛋和泡麵一起入口 超級滿足 黑胡椒牛超好吃 麵很有嚼勁 然後它的牛肉塊超大塊 然後吃一碗就整個 一整天都不用再吃東西 就分量很足夠 然後加上它的蛋 它的半熟蛋 然後它的蛋液淋在炒泡麵上面 是很有口感的 可是大鍋炒跟一份一份炒 味道差很多嗎 差很多我們試過 因為沒有那麼入味 會讓顧客這麼著迷的原因 炒泡麵除了鍋氣十足 另一個關鍵 都是因為自家使用的食材 李凱琳堅持每天都上市場 親自挑選 200美洋蔥 洋蔥 洋蔥 洋蔥在裡面 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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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裡面比較漂亮 你都要買漂亮 在裡面 創業快四年來 都不假他人之手 跟市場裡的攤販 早就培養出好感情 跟默契出來 也體驗到這人情味的所在 我自己看得不舒服 我給別人幹嘛 我自己吃得不滿意 我給別人幹嘛 我不怕浪費 我怕的是我東西不好給人家 有著職人的精神 對料理的品質相當講究 而炒泡麵味道會這麼迷人 蜜製的三杯醬汁則相當重要 然後它溫度夠高的時候 蒜頭一下去 它就瞬間把它炸到 旁邊表面把它焦化 自家炸的蔥 薑 蒜 香料油 當作基底 搭配特定比例的蠔油跟醬油 攪拌均勻 用糖去平衡它的鮮味 至少得攪拌40分鐘 鹹蝦可口的三杯醬才能完成 不說你不知道 在創業賣炒泡麵之前 69年次的李凱琳 其實在五星級飯店工作 從事餐飲的資歷長達21年 就算經驗相當豐富 但是回想起剛開業時 沒知名度可是有段苦哈哈的日子 第一次做的時候 20份泡麵我炒了4個小時 那個客人等40分鐘 然後每個人就是 這樣子插手 血液看著你 壓力很大 我都不敢看 一天賣不到10份吧 就在那邊 我就因為一直被趕嘛 最慘的是 那時候警察趕你第一次的時候 你就去橋下賣 你去的地方 我又沒有做廣告 我也沒做行銷 就在那邊等過路客 然後就在那邊坐在椅子上睡著 學徒出身的他 抗壓性很強 一路做到五星級飯店的廚房領班 不管是中餐跟西餐 都難不倒他 會離職出來賣餐車料理 就是不想被飯店的那套公司制度 給綁住 我為別人努力賺錢 我為什麼不為自己 我自己來當老闆 我為自己努力打拚 成也自己 敗也自己 我們不願 但是我們就是做得開心 用好心情來做出美味的料理 就算是路邊談 在備料的過程 還是按照五星級飯店的步驟來 一點兒都不敢馬虎 品質像飯店一樣 但是有些不影響的東西 我們就放鬆做了 離山產的高麗菜 更是仔細挑選 只保留最脆甜的部分 而牛肉也是每天現切現鹽 切給機器切 它都是薄薄的肉片 那薄薄的肉片就是火鍋肉片 感覺炒麵就不是 有那個口感跟那個質感 所以我就是會用沙朗牛 然後把它切成 那個有厚度的牛肉 讓人家吃起來有吃肉的感覺 不用機器切好的 這樣在醃的時候 才能掌握住牛肉的厚薄度 以及口感 搭配黃金比例的蜜製醬料 讓肉片完全入味 你要一直拌它 拌到那個水沒有了 醬汁都每一個均勻到 在肉上面 然後再加一點點太白粉 然後讓它的那個表面 吸附一層飽飽的澱粉 它才不會把那個肉汁流出來 捨不得看它一個人這麼辛苦 女友時事提 只要有空就會幫忙 因為它這個梗很硬 只有剪頭很嫩的地方 要不然它這樣炒下去 會影響到口感 因為它真的不能冰 冰了一天 明天就是變黑的 其實兩人在兩年多前 也是因為炒泡麵而結緣 譜出一段美妙戀曲 因為我吃了一次之後 就喜歡上 愛上 可是它就是 又隔了一個禮拜才出來 又隔了一個禮拜 然後我就去餐位找它 我說我就 有點又是開玩笑念它 我說你真的都不出來 像幽靈一樣 然後它就變成幽靈餐車了 但是它也是因為 它願意付出來幫我 對啊 你去找一個 你喜歡人家不愛你的 比你去找一個喜歡你的人 不是更好嗎 就是這樣 它願意幫你 那你就願意陪你珍惜它吧 珍惜眼前人 有著女友的愛心相助 本來從沒定點的擺攤 到現在有了固定位置 就是在女友的店門口 沒想到這一百還 蹦出新火花 就是研發了隱藏版的 三杯皮蛋炒泡麵 因為我在賣皮蛋瘦瘦瘦 然後他就講說 那我們試試看皮蛋 就滿搭的 他也滿喜歡吃皮蛋的 然後又稍微煎過一下 其實味道滿香的 香噴噴的炒泡麵 現在也累積不少老主顧 儘管路邊攤看天吃飯的日子很辛苦 收入比起以前飯店的工作 也沒有比較多 不過他認為賺到的是快樂五價 他賺到快樂 他覺得他很快樂 他夠用就好 他的理念就是 他想想買車 然後巡迴 去到各大台北高雄屏東這樣子跑 餐車我會一直去坐下去 哪怕我後面買車的 我要把到外縣市去玩 我會把這台餐車上去 然後到那邊下 我不會再放棄這一台 一碗看似簡單的炒泡麵 經過五星級飯店師傅 李凱琳的巧手 華麗轉身一變成為 讓人難忘的好滋味 首先帶您看一道奇特的料理 可能魚大家都有吃過 但你有吃過來自深海 頭上長著燈籠的安康魚嗎 出生漁夫世家的老闆陳鴻毅 16歲就出海桃生活了 所以在家鄉開餐廳 他就出奇招 賣起了內行漁人才會吃的這種寵魚 雖然一開始很多客人都覺得有點可怕 但是彈牙鮮美的滋味 讓不少人一吃就上癮 這麼奇怪的魚到底長什麼樣子 又能煮出什麼樣的美味 帶您一起來看看 就是紅色的量會比較少 這個市面上應該台灣 只有這邊跟東港有而已 一開始不敢吃喔 不敢 看到會好像很恐怖 看這種魚長得好像外星人喔 就看得很奇怪 就把它點來吃看看 然後吃一次就上癮了啊 長著一張大嘴巴 有點可怕的安康魚 就是逃客口中 讚不絕口的美味 當過漁夫的成功 把沒人敢吃的醜魚 變成又酥又香的好料 如果火控制大概在180度的話 大概超過兩分鐘就可以起鍋了嗎 快快的就起鍋了 對 你太久它裡面的肉質縮掉了 吃起來就沒有什麼突然 對 用蒜頭米酒簡單醃過的魚肉 在熱油中滾成金黃色 一起鍋趁著油光都還沒收乾 就灑上少許椒鹽 簡單的調味 反而最能秤出安康魚的鮮香 鹹酥的它肉質很軟嫩 然後很香 外面吃那麼多魚的話 這種就非常特殊啦 肉質是真的非常細 鹹酥吃起來的 不像一般的 我們自己炸起來的乾乾乾的 還有汁在裡面 酥酥的裡面是軟的 用鮮度肉質來拼口碑 陳鴻義出身漁夫世家 每天用的海產都是自家人 出海鮮撈熊奇耶 老闆 像我們這邊是 就是其實你們每天都會來拿貨嗎 是啊... 每天都會來拿貨 這就直接送到... 直接送到我們就是直銷中心 在煮東西的地方 那因為這個餐廳跟漁港這邊 只有大概兩分鐘左右的路程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現在餐廳的建築物 就在我們背後這邊 所以每天老闆家的五艘漁船 在凌晨三點的時候就會出海 那一直到就是像現在 差不多下午傍晚的時候 他們就會回港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看看 今天有哪些漁獲 小心喔... 老闆今天剛上來有什麼魚 有那個黑口跟肉魚 還有鮮酥 印章魚 剛好又有抓到那個安康魚嘛 今天這一艘船 才抓到兩隻而已 所以量都不一定對不對 對... 有時候可能一天抓十幾斤 有時候一天抓一兩隻也有可能 這樣今天就是珍貴的兩隻 對...這一艘船只抓到這兩隻而已 珍貴的魚一上岸 老闆立刻加快腳步到餐廳處理 仔細的剖肚 去除內臟 剝掉粗糙的外皮 才能留下最鮮美的魚肉 因為這個皮不能吃啊 它吃起來又粗粗的啊 口感厲害 對...你沒把這個外面處理掉 它沒辦法吃啊 這個只有大骨頭 它沒有刺 就好像吃雞肉的骨頭一樣啊 手起刀落 處理魚肉 動作俐落的陳宏毅 從有記憶開始 就在海港邊長大 鹹鹹的海風 就是它童年的味道 但沒想到父親在一次捕魚時 不幸落海失蹤 讓他必須提前長大 我來十歲的時候 也是想說自己下來賣個魚 最起碼自己有個收入嘛 才家裡媽媽也不會那麼辛苦 本該天真的年紀 被迫面對現實壓力 陳宏毅還沒成年 就趕著跳上漁船 淘海 鐵捕家用 每樣粗重的工作 從不喊淚 只能埋頭苦幹 十六歲就開始下來補魚了 剛下去先學主辦嘛 再來就掌舵啊 對啊 我們要輪班再掌舵嘛 修房子 擦鋼絲都蠻要 幾年在海上搏鬥的日子 陳宏毅的雙手 被海風刻下滄桑的痕跡 當完兵後的他 始終無法忘懷父親落海的事故 因此選擇不再出海 轉做人力仲介 年少有成 短短幾年間就賺進上千萬 成功的刺激感讓他飄飄然 因此染上各種不良嗜好 其實那時候自己 喜歡玩到處去玩 不然就卡到 最慘的就是賭博啦 股票也輸啦 賭博也輸啦 剛開始後來投資副業也都虧錢 所以錢很快就被我全部划光了 到最後外面還欠人家錢 我最多欠人家外面 將近快四百萬 背著沉重債務 未來的人生路幾乎一片黑暗 這時的陳宏毅想起家鄉 還有魚港邊的家人 於是他決定回到原點再出發 不同的是已經有七有子的他 這回不再出海飄浪 而是長起鍋鏟 用料理重新站起來 雖然一心想振奮 不過隔行無隔山 開了店卻根本沒人上門 剛開始可以說 其實家裡的開銷 根本都不夠嘛 對啊 就是想辦法外面先借個錢 來度生活嘛 睡不著的時候想說 要怎麼經營才生意會 慢慢會好起來 就是自己要去想看看 怎麼創意出來新的產品 讓客人覺得又不一樣 吃起來口感又好嘛 太普通的菜色乏人問津 陳宏毅決定用創意 殺出一條血路 賣起來行漁夫 才懂吃的安康瑜 他們簡稱就是燈籠魚嘛 它這邊上面有一個燈籠嘛 紅色的是短短的 其實這種以前我們 在剛學捕魚的時候 看到這個直接就往海裡丟了 是丟掉 對…後來是大陸魚工過來 煮了給我們吃了之後 我們這邊當地的遺傳 才會去吃這種東西 普通餐廳幾乎看不到的安康瑜 果然成功吸引顧客上門 陳宏毅用在地的台式口味 抓住韜客挑剔的嘴 這個要做sanday的 要先炸過 再下去稍微乾炒一下 加入蠔油跟糖提味 撒下大把的九層塔 大火一催下去 香味就濃濃的撲筆而來 熱鍋爆炒就是要動作快 才能鎖住肉汁 又炒出恰到好處的鹹香 正常是都用老母薑片 可是我們這邊 就是薑絲比較方便 都用薑絲跟蒜頭直接下去 這樣它香氣才會比較容易出來 三杯安康瑜表面帶著焦糖色澤 一咬下濃郁的醬香在口中蔓延 淡淡的辣味更讓人嚕夾嚕順水 大老遠開車也要趕來吃一頓 從桃園大溪特別過來 對 每個月一個月來一次很下飯 有時候沒有吃完打包回去 然後配飯吃這樣子 一下就吃光了 對...很下飯 有一種那個吃非常的甜 那個薑絲的那個味道 味道很不錯 很特別 它的肉質特別的形 也是一直菜色有慢慢在調動 就是好像印了三次菜單 到最後才固定下來這些菜色 也花了很久的時間 應該可以說從頭到尾 整理了大概將近了快半年的時間吧 對菜色講究到有點苦謀 因為年輕時愛玩的陳宏毅 開餐廳不只是為了賺錢還債 背後還藏著一份無法挽回的遺憾 我那時候剛好餐廳 那時候五月一號開幕 我奶奶五月四號過世了 因為其實從小到大 我奶奶真的很疼我 可以說奶奶就是好像比我媽媽還照顧我 到她過世那時候我才決定說 在這樣子飛下去也不是傍晚 洗心革面戒毒打拼 只為了讓在天上的奶奶能看見 日日窩在炎熱的廚房裡 陳宏毅面對的除了身體的勞累 更多的是心頭的傷痛 一邊想說要怎麼還錢 一邊又要處理喪事 其實那時候的感受就是回想起來 如果年輕會想的時候 現在不會說年錢也沒了 最親的人也沒了 如果有機會的話 下輩子再做她的孫子 把毒戒掉不要再賭博 做給她看 把這份無法訴說的承諾放在心裡 陳宏毅將兒時懷念的單純滋味 融進它的菜色中 簡單的魚湯就是海港邊 最樸實的味道 紅色的安康魚 紅色煮湯煮火鍋比較適合 它肉質比較Q 我們在煮大概都差不多 九分熟左右 因為你煮太久肉質會老掉 魚湯用蔥薑加點米酒 簡單滾個三分鐘 最後起鍋前還有一招小PB 因為你魚肉如果沒有鹽巴的話 它鮮度跑不出來 所以我們就正常我們在煮 我們不會把鹽巴放在裡面 就是會先把它放在碗裡面 到時候就用它的熱氣 把那個鹽巴沖上就好了 這樣很吃起來 跟你夾在裡面煮的味道是不一樣 它是雖然其毛不一樣 那個肉質確實鮮美 湯頭也好吃的 那個肉質的話 有點像那個蘆蠅 它這個QQ的很有彈性 很有膠質 我爸爸九十幾歲了沒有牙齒 他吃這個 他也說 對 他都沒有牙齒 都沒有裝假牙 他說很好吃 客人一字句好評 就是陳宏毅最大的動力 帶著老婆兒子在攤位上 忙前忙後 雖然忙碌 卻顯得樂在其中 其實我現在反而比較喜歡 現在的生活 工作完回去沒事情 喝個兩三瓶 三四瓶啤酒 就洗個澡去睡覺 很踏實嗎 真的很踏實 反而以前賺多錢的時候 沒有現在的踏實 就像海灘上的浪花 潮起潮落 陳宏毅從年賺數百萬的成功 到賭博負債 親人離世的低潮 唯一不變的是他骨子裡 家傳的堅毅無人精神 讓他把點點滴滴的人生味 化為餐桌上的一道道美味 在宜蘭的圓山鄉 有一種罕見的果凍菜 外層被驚動包覆住 豐富的膠質看得見 這洗也洗不掉的膠質 就像陸沛老闆張采燕 打野打不倒的人生 兒子在四歲離愛去世 張采燕曾求菩薩 若能讓兒子少病痛 便要用有機食材回饋世人 像是青草筆桶樹 水芹菜 羊奶蓉雞湯 每一道都是張采燕的用心 我在大陸是編豬甲 可是來到這裡什麼都要 你要練十八般有意 你要醃漾漾會 我跟你說 人就是換劍 就是要一個牢 遠離紛擾的都市生活 最近的日子過得人心惶惶 驅車來到宜蘭元山雙蓮皮 海拔五百公尺的高山蔬果 起了個大棗 用極致的翠綠展現新鮮 菜單這些東西是你店裡面都會賣的菜嗎 對啊 有時候會跟著季節不同 會變化 這是台灣土人生業 這是市場也沒得賣 因為這個我們要跟人家做 這是比桃樹 這是有什麼 這是亞生的 這是人體青豆腐 別家餐廳也沒得吃 市場也沒得賣 你看這個高山高麗菜 你有看到它這樣 沒有紫色嗎 這就是路線檔 因為我們有遇到客人點這道菜 然後上菜的時候 他說我不知道這個菜長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後來就 讓大家在這邊看 好玩算 算了 我這道菜先做這形 你教他嗎 教他 老闆張采燕說著一口流利的台語 不特別注意 不會知道她是夾過來的陸配 對野菜專業有數 一個轉身成了廚房棕泡災 包辦所有農家料理 我們的雞肉 沒有像外面的那麼大隻 因為我們是養在山上 山上它會跑 跑到運動 運動的雞 不會說太大隻 要吃健康一點的 不要有太多磅 就很紮實 然後又很甜 因為是他們自己養的 所以吃起來那個口感就是 比較鮮嫩 像這樣子 它吃起來還是很新鮮的味道 就連那個透明那個都還是 很甜很好吃 店裡必點的白斬雞 成為桌上佳肴前 就是在製作山頭裡 跑來跑去 我在為那個伊明利跟那個米仔 怕他吃不到 補充一下而已 養到差不多四斤 四斤左右 還大嘛 沒那麼大 他都要運動 人運動就比較結實 看雞就是看胸肉 這個罐是看毒有沒有生病 雞罐越紅越漂亮 雞越健康 幾品放山雞 不只是吃原味迷人 用放山雞肉 加入特有的牛奶熔中藥材 喝起來清甜回甘 征服了男女老幼 各地來的老饕 他們就人生的味道 跟一點點那個牛奶的味道 我覺得滿特別的 利用雙黏皮的好山好水 張財燕不只種菜養雞 還養出很多人看都沒看過的果凍菜 這特殊的食材 需要零污染的地區才能生長 我們採訪的季節 剛好是要種苗的時候 財燕姐 妳說我們現在要種純菜之前 要先幹嘛 要先把那個蠍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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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吃蠍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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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蠍蠍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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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前面就五顆 這就是我們純菜的天敵 你對它的情感是 會把純菜吃光光 所以我們一定要剪 剪完之後才可以種 山裡氣溫低 泉水的溫度 大概也只有十幾度 記者都要冷到皮皮剎直打站 實在佩服著 嫁座台灣媳婦的任性 人家以前有個禮儀 牠的冬 冠西做長期 你知道二月是多冷 連空氣都會有一樣 對啊 妳看我的手就知道 洞紅的 真的很辛苦 就這個 它有那個 膠質有 有耶... 這一整株一直到葉子的下面 全部都是像果凍一樣的膠質 對... 通常都是膠質藏在裡面 純菜它的特色就是膠質外包 這種經驗包覆著膠質的特殊水草 學名叫純菜 相傳在日據時代 曾以台灣純菜上貢給日本天皇 可見其珍貴 本草綱目中也記載 純菜可以保健腸胃 還是美容盛品 我們現在就是現在要這樣子 然後要往下面種 要把它整個壓在土裡面 對 差不多兩個多月 就可以看到瘦成 對 台語叫追擋的純菜 可以做成果汁 也可以清炒 這些怎麼洗也洗不掉的膠質 就像張采燕打野打不倒的人生 本葉是做美髮的她 僅由姊妹濤介紹 在26歲從大陸漳州嫁來台灣 前夫和她足足差了16歲 老少佩的婚姻 從此就是不歸路 她說她很可憐 她說她沒有父母 在那邊哭 憲哥出去都隨便自己 他自己一個大 也不說大山頂 我覺得我有點正義感 要解救什麼 結果自己陷進來了 所以一開始是真的還不錯 但是適合嫖毒還是依然有 只是瞞著你而已喔 飄洋過海來的婚姻 沒多久就幻滅 前夫不止惡希多 甚至還曾經動手家暴 婚姻之路走來只有爭吵不休 有頭門啊 所以我就每次變天頭就會痛 去年啦 去年那個開車要給我弄死了 可是在她的嘴中 我是一個壞女人 反覆深情保護令 讓張彩燕神形俱疲 更受挫的是 親友對她陸配的身分 總是帶著歧視的眼光 他們在講的就是 大陸的什麼不是 然後最提款的是 那個東西那個台貨有來過 要洗它不可以 我有頭拿去嗎 這樣子 三人 大陸都是他拿去 可是我是帶著嫁妝來的 我在這裡有兩個外號 還有一個外號是瓦羅瓦 那還有一個外號是瓦雞頭啊 他們說我很兇 自己的男人從不挺身 為自己說話 為了保護小孩 張彩燕面對種種不平等 只能強悍起來 而內心最痛的是 大兒子罹患腦癌過世 徹底改變了他的醫生 我會去找野菜 而且野菜要找到那種無毒的事 因為我有一個小孩 如果他在的話 今年大事啊 他得癌症走了 三歲年底就發病了 六歲年底走啊 我講真的啦 我到現在都還沒辦法接受 叫我去接受他的離開 其實我覺得是每個媽媽 都不會去接受 那是無奈的你知道嗎 我前夫的姊姊說 我兒子是冤親債主來討債的 說叫我不用管他不用擔心 以後債討完了就走了 你不用替他花那麼多的錢 我有跟他說 關憲博士要帶你去戀金 媽媽沒有辦法帶你去 我跟他有業 後來我就把他生回來了 本來有一雙可愛的兒女 大兒子卻不敵臂膜離世 冥冥之中的約定 讓張采燕在36歲時高齡懷孕 他相信小兒子 就是大兒子回來轉世投胎 張采燕實踐和觀世音菩薩許的願望 開始開餐廳賣有機無毒的食材 我的小孩子少病痛 我把健康帶給大家 那你現在在照顧這些野菜的時候 會想到我的自己 會啊 我會想 我會把時間花在我的食材上面 我的食材顧好了 講一句很實在的話 我清菜我清水探一探我都甜 拿著鍋鏟展現俐落的身手 張采燕不只是有大廚執照 對食材的親力親為 讓整座山頭都是他的開心農場 人家我們現在去哪裡啊 要去摘水芹菜 這就是水芹菜的地方 這是一年刺激都有 只是現在這個季節最好吃 最嫩 直接清炒這樣 這邊那個環境很好啊 沒有任何污染啊 你看那個水啊 可以清澈見底啊 注意看它有小蝦子 祕境般的小池塘 可以說是張采燕的小天地 隱身山裡讓它越來越有自信 常常是這條溪流跑到那個皮塘 這片綠地走到那個山頭 忙得不亦樂乎 這就是我們要來找的筆桶樹 很大顆耶 對啊 對啊 我們去砍它的時候 就要在這個地方了 而且你有沒有很像那個 圓棉的那個 你有沒有覺得你現在的生活 真的太原始了 我可以做山頂洞人 所謂的膠質就是在這邊 這個中間 裹面這邊就可以看到 只有這裡才吃得到的筆桶樹 經過削皮切片之後 滿滿的膠質和鐵質 渾然天成 正經瘋就對了 而且它真的有那個芯味 膠質很多 汆燙爆炒後的筆桶樹 清脆的口感讓人一吃難忘 跟著張采燕生活 採訪的時間覺得過得特別快 農家菜的魅力經過口耳相傳 總讓老泡們不辭千里遠而來 妳要經常吃 人軟過去 要吃吃比較安心嗎 比較安心 比較安心 比較完美對不對 對 完古早的味 對行的人來到這種高山 就是要吃台灣點 對 高山的台灣點 對... 不一樣就對了 妳撈看看啊 我的姨不好撈啊 我來吃吃看 妳可以撈到就很幸福了 就像老闆娘說的 台灣媳婦的什麼都要會 陸佩的台灣媳婦 妳要什麼都要會 真的 妳很幸福 還兩條耶 抓到的時候 她就準備開始扎人 你看 這個刺扎得很痛 然後會流血 門前就是魚池 現點現撈 立馬處理 放入破不子清蒸的 高山台灣雕 就是一個仙字了得 我每次都說我兒子造就了我 如果我沒有他這樣子 我自己也沒有辦法去 那麼執著的去覺得說 健康這麼重要 真的不是怕死 是怕破壞在那裡 和每個女孩一樣 曾經帶著憧憬 飄洋過海 嫁做台灣人妻 陸佩的身分卻飽受歧視 兒子的離世 更是張采燕內心 最不能承受之痛 只是時間總是最好的療藥 曾經傷他最深的那個男人 現在回想起來 成了張采燕生命中 最要感謝的人 誰對誰錯 敬負行雲流水中 我這樣子其實也很不錯的 你看我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有什麼不好 太快了 太快了